整個櫃子裡都是玻璃碎片 林先生忙著整理收拾 這已經是他三個月來 第二次清理玻璃杯碎片了 是槍聲 鞭炮那種聲音 突然砰一聲就非常的危險 而且它的碎片飛得非常的遠 林先生說玻璃杯自爆的瞬間 真的被嚇壞了 因為經營早餐店 都會去知名家具賣場 購買很多的玻璃杯來使用 沒想到今年1月和這個月 連續發生杯子自爆的恐怖狀況 跟賣場反應還得到這樣的解釋 對於運送過程中撞擊到 又或是不當使用造成杯子破裂 都還可以理解 但客服人員說 杯子濕的時候反蓋擺放 竟然也有可能破裂 真的嗎 老師就說 若是用熱水清洗玻璃杯 再反蓋擺放 而杯子跟桌面 或是櫃子完全沒有空隙時 杯子真的有可能會因此破裂 實際實驗把牛奶瓶當成是玻璃杯 裡頭裝滿熱水再倒掉 接著再放進冷水中 瞬間牛奶瓶瓶身就像被外力擠壓一般 變得扁扁的 這就證明熱脹冷縮 壓力變小了以後 外面的大氣能把它給擠扁了 所以如果這個是玻璃 就有可能會裂掉 但是寄到賣場購買同款玻璃杯 賣場人員只說使用時不要裝太熱的水 其他沒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 公關也強調這是單一個案 尤其因為玻璃杯材質使用的是強化玻璃 撞擊的當下可能不會馬上碎裂 可能在第一時間它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它可能內部的材質已經有一些狀況出現 所以有可能變成說好像對於消費者來講 還是過一段時間才發生所謂好像自爆的狀態 雖然公關強調是單一個案 但買回家的玻璃杯突然自爆 讓林先生好傻眼 唯一慶幸的是 幸好不是在客人使用時爆裂 才沒有因此傷到人 接著賴關章陳勝一 張行 台南高雄 總和報導